很多人都因着这个疫情都要待在家里 所以在这时期中,人的计划都被打断 因不能跟家人与朋友接触的孤单 心情因着每天报道的病率而有起伏 或者生计因疫情而受到影响 虽然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些事影响 甚至会问上帝几时会结束这个疫情 结束所有疫情 所有面对的问题 几时我的计划可以实行 几时我可以再安排出国等等 其实这些问题迟早会结束的 我们当要说的,当要问的不是几时 乃是主你若愿意 这是神另外一个声音要告诉我们的事实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雅各书4章14-15节 这里说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各位从这处经文里面 上帝的声音告诉我们两个事实 一就是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 二就是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那首先第一个事实告诉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 其实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到病毒 不知道明天心脏是否会停止跳动 不知道呼吸会不会突然停止 不知道病例会不会再上升 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工作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的心情是好或坏 有些人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就做很多的打算 或者一直往这好与坏的事去想 但这绝对不是上帝现在要我们做的 我们无论怎么样去计划 做打算 怎么样去想 怎么去逃避 都还是在有限的人生中了 所以就像经文说的 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 很快来也很快会消失 无论我们待在家还是在路上 都有可能被成千上万不可知的因素毁掉 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停止计划 或什么都不做不想 然后等待生活的云雾消失 上帝告诉我们 生命像云雾一样的脆弱 他无非是要告诉我们不要顾念地上短暂的事 乃是思想反思 我们接着上帝不变的真理 来看待我们的人生 看待我们的试炼 看待我们的孩子 家庭工作 学业和整个疫情的事 那么要如何借着真理来看待这一切呢 所以上帝在15节告诉我们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这是主教导我们的 我们的人生都是在神的手中 上帝决定与掌管我们的寿命 我们的明天 我们所需用的 我们也许不知道 我们像云雾一样的生命 会在空中停留多久 我们不知道困难会停留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停留多久 但上帝知道的 因为上帝决定我们会活多久 决定我们的试炼会停留多久 所以雅各述说 如果主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如果主愿意 我们可以得保住 如果主愿意 我们可以得到智慧与能力 如果主愿意 他必定会拯救 所以很重要的是 如果主愿意了 我想起有一首诗歌叫做 我知谁掌管明天 在他的副歌说到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湿透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道谁牵我手 各位这是上帝不变的真理了 他给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看待所面对的试炼 控告 孤单感 失望感 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无论如何 你要知道上帝是掌管明天 也要知道 祂是牵着你的手 所以若我们带着上帝不变的真理 来看待这一切 那神的真理 就会塑造我们的心 甚至塑造我们的言语和生活方式了 你不会因为这个疫情 而变得太松懈 也不会太辛苦 反而是有盼望与忍耐之心 那最后上帝要告诉我们是 主若愿意 我们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我们的生命不仅在上帝的手中掌管 我们守所做的 也掌握在祂的手中了 如果主愿意的话 我们将所做的必带来成果 其实在这个疫情中 人很多时候都直接用肉眼来看 来反应而活出来的 比如说当人越来越相信科学 自然他们所做的 就是将盼望放在肉眼 能看得见的成功 兴盛全球化的成就 另外 当人不得不痛苦地接受社会距离 他们所做的 就会继续被互联网恐绑 而越来越少接触人 少接触神的话 少祷告了 这些事都是叫我们掉入肉体的情欲 而浪费光阴 其实在这个疫情中 我们很多事都可以做的 但是是否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呢?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的 除了生活照常该做的事 除了担心明天的事 我们更是要多渴慕与亲近主 花时间思想与考究神的话 且在视频中将神的福音帮助和传给主 所要拯救的人了 那么当这个疫情过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成就在主的羊群 并且心灵的力量会更刚强起来了 那当然我们可能现在看不到结果会是怎么样 但我们都要记得主若愿意 其实没有什么上帝不能做 也没有什么是不能成就的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在任何的事列和在这个疫情中 不是要问为什么 乃是问主 你若愿意 祂必定会成全祂的拯救 祂的保护 祂的供应的旨意 在祂所爱的指明了 所以让我们继续给上帝来掌管 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细节 继续为神的荣耀而活 继续安息在祂绝对可靠的应许中 主若愿意 祂是在每一天都会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们 并且成全我们所做所需用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